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抬起头来任我定天立地 我们就是那么理想主义 一直要追逐生命的意义 最好的兄弟 你 我是兄弟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整眼泪的泪泪像牛耕鸣 今朝人海我寒入雨滴 但是啊 别泄气 因为我仅靠在一起 又不通乡 又难动荡 我的回忆更有力量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抬起头来任我定天立地 我们就是那么理想主义 一直要追逐生命的意义 最好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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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中降临 谁来不放弃 我喜欢唱歌 我已经把现在的工作给辞了 辞职 唱歌 整个兄弟 你疯了 你疯了 说你姐唱歌那么好 我觉得当歌星没问题啊 淳大姐 我支持你 你闭嘴 那小屁孩你知道什么 你想把做办公室的工作 死了 唱歌 我告诉你 不行 行 只要我还活着 你就甭想 你妈临死的时候 把你托付给我 让我帮你找一个城里人 嫁了 踏踏实实过一辈子 唱歌 甭想 就是啊 淳金 这唱歌有什么好的 这做办公室多好啊 还体面 舅妈 唱歌挺好的 唱什么好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自己的生活 自己说都算 你对不起 是你死去的妈妈 我就要唱 淳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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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妮 甲师傅 您怎么这么不民主呢 你个小屁孩也教训我 你吃鸡王干班 你怎么跟甲师傅说话呢 我说甲师傅说话 有你什么事啊 你干什么呀你们 高中比较小 不懂事 不会说话 我走 走 别走啊 你这还没吃饭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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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高兴了 大过节的高兴点 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记得他为什么 就不能支持我一下 两代人 他想的跟你想的肯定不一样 所以你也别太在乎啊 郑哥 你给我说实话 我是不是挺可笑的呀 你说我一个农村丫头 什么都没有 整天嘴上说喜欢唱歌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特别不现实吧 我觉得梦想 就不应该现实 它应该比现实高 就像我 在这工地打工 赚钱 当小工 这不是我的梦想 那我的梦想就是 就 就这楼它就应该是我的 我想当老板 我想所有的大楼都我盖 但现在不行 可将来谁知道呢 我觉得梦想最重要的 是在于坚持 梦想在于坚持 我真的特别喜欢唱歌 那你就坚持 我想唱一辈子的 你能支持我吗 当然 你想干什么我都支持你 你以后干什么 我也支持你 行 那你就唱 甭管别人说了 妈妈别哭了擦擦脸 不哭了 你这弄得太干了 这倒都倒不出来 你瞧这 我一会儿再给你调点新的 这这 你瞧这怎么弄呀这 这剁都剁不开 你俩在这干吗呢 怎么样 看我这水瓶雷的 怎么样 郑国啊 其实你这水瓶吧 挺好的 在农村修个租建 绝对没有问题 什么话呀 我都练了一个多月了 就雷租卷啊 郑国 气墙它是有手法的 你这样你看 你这全是倾斜的 你再往上修肯定会塌的 不鞋呀 我眼睛看着挺直的 郑国 你气墙得有工具 你没工具它怎么直呢 不不不 你得用水瓶尺 水瓶尺 水瓶尺 对呀 好 好 你这肯定白修了 好好好 肯定不行 春天儿 卡丽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 大鱼心晨晨 春天儿 小姐 我特别崇拜您 我可是你的歌迷 不行 我要抱抱你 唐姐 我能请春天小姐 给我签个名吗 就先用这个吧 用这个给我签 你什么意思啊 就用这种纸 唐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人呀 真是不懂规矩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她不懂事儿 来来来 去休息去休息一下吧 走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也太装了吧 春天儿 你以后一定比她红 我要这样是能像她那样红就好了 你一定可以的 要相信自己 不过在这之前 咱赶紧干活吧 不然一会儿又得被客人骂了 走吧 来北京这么久了 来北京这么久了 我还是不知道 该怎么实现我的梦想 舅舅的反对 已让我十分苦恼 澄澄的傲慢 更让我绝对无助 我不知道自己离第一张唱片 还有多远 我想唱歌 这水瓶齿的用处 还真挺多 什么 水瓶齿 又平又迟 水瓶齿 水瓶齿 什么好 没什么 看书吧 生日快乐 还有生日礼物啊 这什么呀 水瓶齿 这真是想啥来啥 你怎么知道我要水瓶齿 你忘了 上次咱们在图书馆的时候 你就说过 想知道我说点别的呢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那还买蛋糕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 好 来来来来来 一起来 来 你干什么呀 还没许愿呢 没事没事 咱们农村人不讲是这个 不行 这是在北京 给我看 通话 到时候给我 插上 从你许愿 怎么许啊 我教你啊 先收手合十 然后对着蜡烛 然后向你们许愿 许完愿就吹蜡烛就好了 好 老天爷 还有什么老天爷爷 你不能说出来 你要在心里面 说出来就不灵了 心里面 我把你听不见了 许完了 许什么愿啊 你说出来就不灵了 刚说你就你就你就问 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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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不记得我了 当然记得了 你不是要出国的妹妹吗 谁是你妹妹 你别误会啊 那上次你们来的时候不是 姐姐和妹妹吗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就只能叫你妹妹了 记住了 我姓冯 叫冯友林 友谊的友 王林的林 我记住了 我叫高仲 高仲状元的高仲 高仲状元 这么土的名字 那请问高仲 明年高考能高中状元吗 你看你这问题问的 谁说非得高考才能是状元 你别生气嘛 我也没说别的 我偷偷告诉你一件事 我明年不参加高考了 高仲一毕业我就去美国了 美国 我 你天天都在这儿画画 你不用学习的吗 我现在是放假 就是边供边读嘛 赚点零花钱呢 那你今天挣了多少钱呀 我今天就画了这么一幅 对了 你也来了 我再给你画几幅吧 还画呀 今天不行 我得给我爸送资料去 要不改天吧 贾师傅呢 贾师傅他向厕所去了 回来你告诉他 这你我给他放着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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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 好 好 还有 好 好 你看 啊 您看 都会出事的 我就是把楼盖塌了 也不关你的事 这不对 工地的事人人有责 你是谁呀 你就是个小工 小工怎么了 小工不是盖楼的 这楼不是小工盖的 都你人盖的 你还再这么说 我不伺候你了 什么 你甭伺候 不用你 你看我把那墙 弃里取来 弃不起来 我找胡总说一下 去 本事没学会呢 先学会告状了 我等着你啊 这一票啊 到时候呢是在这一块 你按照图纸呢 咱们蔚立强 已经按等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工期 一定要按时完成啊 胡总 有个事我再给你反应一下 你等等啊 那个 李光 好 你先留他们再看看 行 胡总 你先忙 好好好 来 你有事啊 咱现在工地有面墙 弃得不直 是斜的 是斜的 谁弃的 贾师傅 不可能 贾师傅弃得强 那绝不可能啊 贾师傅弃得强 那在咱们这儿 那是免检产品的 我刚量的 要不您过去看看 不是 那个 贾师傅弃得强 你说别着我信 你要说贾师傅的活 这我还真不能相信 我知道 你上次的事呢 你跟他有意见 你心里头堵着光 我可以理解 你不能因为这事 影响着工作 影响着工程 胡总 你听我说啊 我不是这种人 我一是一二十二 上回是上回 可这回的就是邪的 行了 行了 我还有事 你回去好好干活 记住喽 不能天天地 想着那些歪门邪道 更不能想着 天天这升降机 等着你来立功 坐 贾师傅 怎么样 到了吗 我 本事还没学会呢 先学会报状吧 我告诉你 要想扳倒我呢 你还嫩着 我吃的盐 都比你吃的饭多 就是 贾师傅 我二十二还年轻 民大二大量 别喝计较 贾师傅 什么情况啊 有人啊 上湖声里那儿给我报状 说我气得强不值 我干了一辈子瓦工了 盖了这么多楼了 还头一次有人说我气得强不值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的 对 后生可畏 可畏啊 这还有后生说您气得强不值啊 这后生是什么时候瞎的 这后生是什么时候瞎的 我告诉你 别说贾师傅气得强没问题 就是有问题也轮不到你来说 你谁啊 胡说你是你爸还是你姑父 孙大利 我平时敬你是我师傅 供你吃供你喝的 但你说话注意点 别太过分了 你有事说说你骂什么人哪 我管了你是吧 不是 姐都挺任何发火 也就算了关你其实 你说呢 对了 他姑父就是你爸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完了 你快砸墙去了吧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你整个打成当风了他 小朋友没办法 不让狐狸 快快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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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瘋了 别滚 别滚 你吵后来你知道吗 正好 快走 你瘋了你 你瘋了你 正好 后打的给我动手 动手 别砸了我 哥哥你别砸了 听见没有 那小子胆子也太大了 不想活了是不是 刚起好了枪 谁让你给拆了呢 这枪是斜的 垒上去的还在塌 我先给你砸了 你水晒小点 小子 你才来工地几天哪 你说抢起鞋 他就是鞋的 你要不信 你自己领 测一测 测就测 一山 胡总 师父啊 这枪好像是歪的 你用我那摔平实际 好好好 还钱吗 这 这些又是直的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不是尺子有问题啊 大宽 拿块砖头 这砖头都是配置砖 两个尺子同时设 好 师傅 我还要你这尺子有问题 不可能啊 我说得对不对 是不是鞋的 行行行 算你小子说对了 今天拆墙这么大的事 我就不追究你责任了 但是老蒋 你在咱们工地可是老师傅了 手底下带了一帮徒弟们 你居然能把墙给我去鞋了 让一个工地的小工 给你抽出刺来 你还好意思说 不是 哪里把破工具来蒙事 蒙谁呢 上坟烧报纸 你糊弄鬼呢 你要是不想干 你趁早走人 我告诉你老蒋 今天这事咱没完啊 所有人跟着蒋师傅弃墙的 每人扣一个月工资 吴总 这事因我而起 现在这墙累得也不高 我给你砸了 我们想办法按照规矩 给你气起来 这大伙的工资能不能补扣 这尺子问题就能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啊 这帅平尺子跟了我一辈子了 从来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假如啊 你说有没有可能 让别人都熟悉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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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尺子谁还能给你动手脚啊 人不行别怪地不平 你今儿好样的啊 刚才你今儿也表了态 那行 那就重新反攻 好 这个铁针哥都说了 他来负责 你们几个配合啊 就是这个反攻 能按时完成工期吗 没问题 十天 我保证给你累下来 那好 今天我呼声的就破自立 这层重新反攻 重新卸 但是 我只能给你十天时间 十天之内 如果说你按时把完工了 我奖励你 给你发奖金 好不好 但如果说这十天 你要是完不了工 完不了开了他活动 他在工地上就是个脚趾盾 对对对 行 十天 累不好 我走 行 今儿就算你力了军令状了啊 那是吧 你这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问题 你当然没问题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把活得干成这样 还好意思说你有问题 就这么定了 十天之后是讲是罚 咱们见分晓 不想干就早说 走 到了 去这儿吧 走 慢走啊 快来 洛元 晓鲁姐 你好像时间没来啦 太忙了 快快快快快 来来 来 我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还行吧 他们是 这是我店里的 春妍 玛丽 凤烟 你是田园村的吧 姓你 是啊 我也是田园村的 跟郑国住邻居 凤烟 你忘了 我想起来了 凤英姐 你可是咱们村最早出来打工的 是啊 我那时候来得早 现在啊 北京到处都是外地人 郑国也来了 你看着她了吗 我见着她了 我这光顾着说话了 姐 你今天做个什么发型啊 给我们仨都头发拘个油 再做个美容 好的 来 哥 你倒是说两句啊 行 那我就说两句 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 被强势写的 今天不拆明天拆 迟早再返工 大伙就加把劲 早返比晚返强 辛苦辛苦 把这工给抢出来 真把自己当领导干嘛 我不是领导 但是我跟胡总立了个军灵状 就不是闹着玩的了现在 男人说的话 就得吐个吐们是个钉子 工人师傅们啊 接下来几天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 加班加点的辛苦了 这样啊 今天晚上 咱们大家一起去 咱们老乡开的那小饭店 大家一起吃一顿 就当是开工宴了 好吧 对对对 对 那个大家都一起来啊 吃好喝饱了 明天就拜托各位了 那个贾师傅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忙啊这是对事不对人 那大家不见不散啊 对对对 不见不散啊 陈妮 这世界也太小了吧 在这儿又遇见个老乡 是啊 我也没想到 陈妮 你前两天 是不是给你那个 老乡过生日去了 我是看我舅舅 身边去过的生日 还狡辩 你不是整天想着 给人家那个铁证国 送什么礼物吗 铁证国 唐姐 你也认识啊 哎 凤月儿 那天那个小帅哥 是不是就是铁证国呀 是啊 这世界也太小了吧 就这么火功夫 大家全认识了 哎 陈妮 那个铁证国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 关系好着呢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你别乱说 唐姐 我跟证国 我们是老乡 同学 关系特别好 从小玩到大的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他现在在工地打工呢 找到工作了 那就好 好 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来 菜都凉了 这些人吃饭都不积极 干活能积极吗 哥 怎么样 人找到了 找什么呀 工地也没有 宿舍也没有 花嫂子说人都来了 来饭店了都 我们一直等到现在 连个人影都没有 熄了门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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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服务员 先给我们上几瓶啤酒 来嘞 打工 你去摆菜剪了 好嘞 贾师傅 老板 拿剪菜来 大师傅 你们做错了 在那桌菜都点好了 没错 就这桌 铁头 你做错了 贾师傅 是真错了 我们在那儿都等一晚上了 你们吃你们的 我们吃我们的 这互相之间不打扰 不是 今天啊 是这几个徒弟 给我补过生日 既然你们都来了 咱们一个工地的 要不过来 咱们一块儿喝几杯吧 不是 这什么意思呀 芝芝 之前都没听说过过生日 再说能过生日哪天过不行 非得挑今天过 不是说的话的 就许你们喝酒不许我们喝酒 哪儿的法律啊 不是 他那意思啊 不知道贾师傅今天生日 贾师傅我也是刚知道 来 我敬你一杯 福如东海 瘦笔南山 我先干完结 谢你吉言 别让我累死在工队就行了 好啊 放心 有我呢 看了 我们坐这儿喝点吧 好 好 来 咱哥大师 把这儿打开 贾师傅 刚才你要是一句话 哥几个就把它摁倒了 反不上 师傅 我看这尺子就是那小子搞坏了 没事还假模假样去量个墙 这尺子百年不换一回 他一去就坏了 老师 这楼都盖好了 有什么好量的 这不明显找茬吗 咱仨在一起 还没吃过这么好的菜 说好说好 我请他们吃饭 一个都不来 你打我脸吗 什么意思这是 现在不是跟他们斗气的时候 你越跟他起劲 他们越拿着那个劲 贾师傅 你们真的想多了 郑国他不是那样的人 他是哪样人 你才认识他几天 我跟你说卡拉 就我观察 他这个人花花肠子多着呢 你跟他在一块儿小心一点 郑国 你干嘛接那个烂餐子的事 我们就是一打工的 老板每碗饭吃 你就端着那 操那份咸心干得多 操咸心 这怎么能叫操咸心呢 这房子干好了是忍住啊 说句不好听的 将来乐乐住在房子里 你担心吗 再是看 各地成为菜 人家处适当 再 Apa 无论 划划 Lay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黑我 不告诉你 不够意思 贾叔 你别这么说 我真不知道 好 喝酒 师傅 那赶工事咋整了 赶工 赶工就赶工吧 你是头一天到工地 没赶过工事的 来 来 贾叔 来 来 来 我敬贾叔一个 我忘了啊 忘了 忘了 来 来 来 想要别人瞧得起 自己就得争气 干得比别人多 干得比别人好 从今天起 你帮大哥活你 来 来 来 喝酒吧 不想越生气 大哥 喝啊 我看 我还没心气呢 都几点了还不来 你昨天来还晚了 就这么反工 别说十天 二十天也反不完 我去哪儿 都会绝对 赶工 还不急 是吧 还不来 你又来 大 加工 出来的时候忘了叫我 老师 我这探怎么这样啊 把他们人名都记了 每个人都扣工资 行什么呀 你谁要收购钱就扣了 对啊 没钱啊 真是吗 怎么办啊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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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说要扣钱吗 让他们扣 要扣啊 就把全天的都给我们扣了 我们好收一下 待会儿说对不对 对 对 好 二人来了 贾师傅 贾师傅 你别走啊 你们家老二说了 扣我们公司 我们认罚 谁说你们来晚啊 我们本来就是这个点上班的 对 贾师傅 铁路说得对 您赶紧开工吧 一会儿那个胡总来了 真扣钱了 你们俩干吗呢 你们俩是霍泥的 不是霍稀泥的 这么个霍稀泥方法 这工地我怎么管 活还干不干了 像你这样才不能干活呢 您看错时间了 小师傅 您来的正是这个点 现在才是上班时间 要不我们开工吧 大伙开工干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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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干活 好 好 老李 改那个就用一下就好 好 走走走 好 好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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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铁雷伯 不是我不愿意干 你看看 也不知道哪个王墨图子 把我这个水瓶石给摔坏了 别让我逮着他 逮着我非扒了他皮不可 我这儿有一把新的 不请您用我的 调了吧 我用不起 哥 能吃到还记吗 记啥也都不容易 算了 你去和泥吧 这干吗呢 坏了 没坏 做保养 你现在做什么保养啊 下班再保养 现在先 先动钢筋 下班谁保养啊 下班睡觉了 你快点吧 我不干着呢吗 大师傅 来 大师傅 这要泥 小总 这儿对泥谁化的呀 怎么了呀 师傅 这么稀的泥 你让我怎么气得强 这都是按比例调的呀 按比例 你不知道头来天下雨 这沙子寒水分多吗 按比例调 当然这泥要稀了 不是 这泥别的师傅用得都挺好的 没错 我都管别人 你要让我用这泥气墙的话 到时候 达不到质量 反攻的话 得找我 好 我给您重新弄啊 我不还没想提的 跟你们逗 别货了 别货了 假师傅说了 年性不够 全部重新货 年性不够 不可能啊 这天 告诉我阴天 什么什么空气里边水分大 导致什么水泥年性不够 这不成心吗 这不是 找这么赶攻击 怎么可能来得及 他们就是有意的 没事 干不完 晚上加班就干 现在上班都不愿意 还谁愿意加班啊 不加不行 一会儿我跟他们说 给他重新货 小娜 去到那边说试一下 好的 试妮儿 最近怎么没有去找铁锅呀 什么铁锅啊 人家叫铁镇锅 对 铁镇锅 我舅舅不是一直反对我唱歌吗 他还生气呢 再加上镇锅那边又很忙 我就别去添乱了 你在这儿唱歌的事 你就还不知道吗 我哪敢跟他说呀 他那是不懂 改天你把他叫过来 让他见识见识 我要把我就带到这儿来 他肯定把我拉走了 也是 在家人眼里 咱们这儿的确也不算 什么好工作 不过我觉得 我每天能在这儿唱歌 让那么多人听 其实挺满足的 有理想 那你好好练吧 跟大伙儿吃饭啊 我说两句 我知道 你们都不愿意反共 我也不愿意 但是吧 再不高兴 咱把话说了 十天保证完工 这老爷们说话得算数啊 但今天 这量不够 一会儿吃完饭 大伙儿辛苦一下 加个班 又加班了 还让不让回家了 又加班 你给加班费啊 铁城工 我们干了一天活儿 不累是吗 凭什么加班 我不干 不干可以 但你别忘了 胡总当初是怎么说的 十天之内 完不了 不光是我走人的问题 关键大家都得跟着受罚 能罚什么呀 到时候拿什么法呀 不就罚钱吗 你们要是愿意 那你们的都受罚 我跟你说 你这是威胁 恐吓 大黎师傅 老婆 我打断你一下 那恐吓不是恐吓 你要是不懂 你可以问我 怕你蒙我 你要有学问 别在这儿干呢 甭管在哪儿干 都得按时完活 挨干干 不挨干却挨罚去 吃完饭开工 你会怎么知道 我根本是不懂 你会否认为 因为我们都是买的 我们的买饭 要赶索 就是一种买饭 我们来说 话说 你要是买饭 给你 放一红饭 我关键你 你还要给你 已经是买饭了 你还要给你 大买饭了 老贾的招牌给他 我们师父的缘分 先进来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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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您 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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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 大哥 怎么了 他那么多样的哥 你还挂着他干嘛呀 你懂什么呀 不把他伺候好 谁给你二哥干回来 停 停 停 所有人都停了 所有人都停了 怎么回事 这工地谁负责 把那脚完机关了 我负责 我负责 这为什么停啊 您得给我个理由啊 第一天来啊 理由 您看看 这周围多少个小区啊 你们这噪音扰明了 今天已经有 十几个居民打电话 来投诉你们 对不起啊 警察同志 是这样 我们这个工地啊 现在赶工 所以晚上需要加个班 您能不能高抬贵手 求求您 别跟我掏心火 没用 晚上六点前必须停工 这是事件委的规定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这事件委的规定了呀 响应警察同志号召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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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 走 走 不行 都回来 你这个人 那也要吗 就不幸 你怎么回事 别忘了 这事件事 打算了 这么多 ف还不离 也就是 做了 吗 这夏季的热天气 闷热让人窒息 街上的人潮人海都在各奔东西 有人打着手机 有人低头思绪 我连什么都没有 甚至没有一件行李 请找个工作吧 再谈理想主义 服务员工人保安司机都可以 有时睡到半夜连做个梦都没力气 但总是重复那曲不变的梦 我是一只奔跑的蚂蚁 奔跑的蚂蚁 我要爬过钢筋水 你乌烟又乌云 只要一点点脸毛虚 我就能继续 虽然会有点难受 但是我能够胜利 我是一只奔跑的蚂蚁 奔跑的蚂蚁 只要一点点蜂蚁 我就能继续 虽然会有点难受 但是我能够胜利 我是一只奔跑的蚂蚁 一奔跑的蚂蚁 我要爬过钢筋水 你乌烟又乌云 只要一点点蜂蚁 我就能继续 虽然会有点难受 但是我能够胜利 还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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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本谈如果兴�오